刚刚收到大飞发的信息啊 他说他快要到这边了 很疯狂哦 就是两个小时他骑了好像有30公里左右吧 就是连夜走到这边 应该是他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录影地啊 然后我这边正好有个合适的录影地啊 他马上就到了 我就把灯打开 好大飞来了 那这边你往后面往后面走有个桥 往那边拐进来 这边进不来 疯狂你太疯狂了 哎哎哎 他刚刚骑到对面去了 我之前也是骑到对面准备是往那边过去的 没想到无意间发现这个凉亭了 他可能找不到 哦到了到了到了 我动着都打抖了 还行 主要离厕所还有个300米左右 这你你这真够疯狂了 哎呀还有方便面啊 哇真的方便面 来来来赶紧赶紧赶紧 你先把帐篷搭起来 太冷了 我在帐篷里面是暖和的 要是要是我要是我的话我肯定起不动的我这腰就废掉了 哎哎哎哎那我给你炒个菜 咱们去那边吃吧 我看镇上还有一家餐馆 这有镇子吗 嗯就旁边那那边是汁林古镇好像是就差不多有一里多路 才才这么点路啊 对我还真不知道 就行 我我我是肚子不饿啊 你要是吃我就给你炒个菜嘛 就随便吃一点 然后明天去吃也行啊 大飞到了啊 就是就是一个怪碗的 呃然后呢本来呢我们是去前面 他说这边附近有管的可以下 不过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我感觉就我随便炒个菜给他吃吧 然后明天我们再去镇上再好好的吃一下 怪冷的真的是从帐篷里面出来 睡袋里面出来真的冷啊 我得赶紧炒个菜他也饿坏了 现在是晚上时间的十二点多了 你看又来炸街了 我呢锅儿排排已经收拾好了啊 大飞呢也紧张粉了休息了 晚安啊 大家好我是老叶啊 今天呢是3月10号了 昨天啊由于我的膝盖和腰间盘啊 就已经有点受伤了 就感觉起不了太远了 所以呢就稍微早一点吧 就找到这个梁亭露营了 然后呢大飞呢他是大概晚上的十点钟左右吧 就到这个地方了 晚上到十点钟了有点晚了 然后他当时没有吃饭 我就炒了个菜给他 然后他自己带了一点馒头就啃了一点 他现在还躺在那边呢 我呢就早早的起来 把那个睡袋给晾一下 前天晚上在桥洞那边呢是没有被冻醒了 但是已经有一点点冷了 昨天晚上睡在这个地方 我被连续冻醒了两次了 但是睡的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等一下起来起树一下吧 准备就到前面那个古镇那边去弄一点吃的 大飞是从那个古镇那边过来的 他说那边有卖东西啊 有什么吃啊之类的 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从那边过来的 突然刮风了 说了也奇怪了 这个晚上怎么会被冻醒啊 这个 大飞举上没有 好 起来了 哦 你说奇不奇怪啊 昨天晚上 这个 就差不多已经晒的那个蓬松度 已经起来了 已经很起来了 然后睡了还是就被冻醒 这个奇不奇怪 天气预报它是 发来的那个什么 双冻黄色预警啊 这个 天气温度呢 显示是晚上大概有四五度的样子吧 但是我之前零下的时候也没觉得这么冷啊 就是零下两度三度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这么冷啊 钻进碎袋里面就暖暖活活的 昨天晚上就 就被冻醒了 你看这个蓬松度你看 还是有了呀 奇怪了 大飞蛮好了 也洗漱完了 现在我们去那个古镇那边去弄点吃了吧 快要十一点钟了 到那边的话可能就十一点多了 然后再逛一下 买一点补给回来吧 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就下雨了 如果这边的话 不刮风的情况下 这个绝对是当雨的 如果刮风的话 那这个等于说是没有用的 你看那边有个凉亭 你看前面 这边弄好多地 对就是环太湖吧 而且还有好多营地 对 只要你不怕挨雨 随便扔随便搭 有个凉亭总觉得有点保障对吧 对 这边有个超市 哎 确实有哦 有 有就好 有就好 哎呀 这么近啊居然 鸡腿不知道有没有 哪个鸡腿 不不不不 那个太难剥了 老板你这速冻的鸡腿有没有大 速冻的鸡腿 小鸡腿 就是就是大概这么大的嘛 比这个还小 还要小啊 我要我要晚一点来买 我先看一下 小鸡腿 哎 多的多少 这么小的 那比这个还还要大一点的没有吗 没有 行行行 这个多年一宝 行行行 我晚一点来拿 这个镇子还可以哦 好像啊 就是有一些没有建好 现在菜的问题也解决了 然后我们先去弄点吃的 我们找到一家饭店 这个镇子好像农家菜还有好几家吧 车子呢先停在这边 就这家 哇 他这人还挺多的 这家饭店 菜是在这看是吧 啊 菜 哦 我以为有菜单 大菜 你要吃了吗 这都是我们浙江的菜哦 啊 有什么特色 有什么特色 拿骨子来一下 我感觉要不弄着鸡吧 这是鸡啊 哎 这是 丸子 对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吧 那就那个小锅呗 牛肉也行啊 牛肉 哎 哦 这排骨 哎 菜来了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这个红豆豆腐 然后这个是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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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半点 这一半点 给了 这是浙江你要知道 这是浙江 我是浙江人 你什么意思 我是浙江人 他说坐这边 他说坐这边是吧 不一样吗 不应该吗 下次到山中去你给我吃东西好了 你给我吃东西好了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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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给我 我现在给了 我现在给了 这段是几克咖啡 你给我一下 这样吧 对 那边就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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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就这样 那边就这样 我所以说 已经给了 我ían去 我今天 可以 了 你 这个 很 没有 你 我 他刚刚说了一些五汤 我叫我爷爷都给开店了 我那边不是说呀 然后我给你做吃的 我来吃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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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吃好饭 到处的在这个古镇这边逛逛 这个古镇还可以啊 你看这个是他的分布图 还挺大的 就是还没完全发展起来 前面那个肯定是古桥 那边也有个古桥 这边地图上显示 这边是古桥群 就是古桥很多 这边有一个你看 这么一个 然后那边一个 我们露营地的旁边也有一个 有好几个都是清朝的 那边也有一个 大多数都是差不多的 那个里面是清朝的那个房子 不过这种房子在我们浙江这边 都是比较多吧 但是保存完好的 甚至还有人居住 那个就不多了 这边也有一个桥 叫什么公仙桥 还是隐仙桥啊 也是古代的 那边可能还有 这个也是古桥 这个也是古桥 很香的一股中药味啊 这个啊 这个好像是伤的 伤药的一样 不是伤药的一样 不是伤药 就贵呀 自己挖的 哪里自己挖的 我们现在已经从古镇那边过来了 然后把这个充一下 我这个少的不太多 现在才少了24%吧 还有76% 然后移动电源的话少的比较多一点 大飞呢现在去拿了 在这边正好有插座 你看这边 捅在下面了 也不影响他使用 这边还有等下大飞呢也可以充 挺好的 大飞现在去露营地拿他的充电 然后把我的水袋也拿过来 我呢先在这边取点水 然后等一下打点水到露营地那边去烧点热水 就洗个澡 然后顺便把衣服拿到这边来洗一下 正好这几天休息啊 就可以把衣服给洗一下了 然后明天呢就要下雨了 这个风有点大 我回去了 我呢烧点水了 然后等一下 就把水烧开之后 就倒在这个盆里面 在帐篷里面就擦一下 好多朋友都是这样 老燕你平时洗澡怎么洗 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就是在厕所那边你看 打了点水 然后就平时也就 倒一点沐浴露或者是香皂 然后在这个里面就 就简单的擦几下 底河就多擦几下 然后头发啊什么的 就自己理就是这样 然后就到厕所去把衣服洗掉 或者在河边会怎么的 就这个样子 很简单 洗好澡 顺便也理了个发 好像是精神了许多 我发现这个头皮 就是 用手掰一下 撕下来就一片一片了 这一次头皮比较严重 然后等一下到厕所那边 可能还得去再冲一下 还是有 好了 现在洗好澡去那边洗衣服吧 这个衣服换下来了 大肥坐在那边打游戏哦 我呢先把这衣服给洗一下 这还有个孔雀哦你看 孔雀和鹅还有鸡鸭养在一块哦 这个有点意思嘞 那边还有鸡鸭子你看 那边还有鸡鸭子你看 来展个羽毛给我看一下 哇好漂亮这孔雀 小的时候就被这种鸡追怕了 这个雪菜是在五月村买的 然后在侧楼这边先洗一下 待会回去的话也省点水 这个还是得多洗一下 谢谢大家 再保证1 todos 天洋 雪山 mor面 身体 继帮时 事项 max 穆 可 宇 现在呢是晚上时间呢快要六点钟了 好像是已经六点钟了 大飞呢还在那边充电啊 大概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就充满了 或者是四五十分钟的样子吧 已经充满了 我呢现在在这边煮点饭啊 然后我今天呢我准备炒一个菜 大飞呢他也炒一个菜 就是看一下谁炒的好吃啊 煮煮点饭了 现在有水了可以稍微的洗一下 这个刀太锋利了 这个刀太锋利了 点不着了风太大了 好了锅冒烟了 这个锅比之前那个锅要薄很多很多 所以呢他的热量就有了 之前那个他需要就是大火力才能把它炒开啊 六点多了大飞还没有回来了 应该冲的差不多了吧 加入洋葱 这个洋葱蒙也给它焖熟啊 然后加入这个饭 今天炒了三个菜啊 这个是蝉豆炒那个雪菜还有点肉 这个呢是 那个叫肉炒那个黄瓜 这个呢是 洋葱炒鸡蛋 今天我跟大飞就在这边吃了 有点奢侈了 过年了啊 过年了 过年了 对 对 喝着怎么样 好吃就好 刚刚的 哎我还有饭忘了 还有饭 做了这么多 应该应该熟了吧 我就怕煮生了 我煮饭是 感觉 煮不熟 你看这个冷掉了 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这个吧 这个我们以前小时候 外户外公司来 那个好吃 很好吃 这个菜属于是浙江菜 对 蝉豆炒雪菜嘛 我们那边 也有 哦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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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